搞点牛肉了 哦 没拿吧老板 就这个吧 稍微切一点 好 多少钱一家 加点多一点 这个55 就这么多就够了 19块钱吗 19块 买个番茄 土豆搞一个 这个之前吃过 但我一下子说不上来 卖相好像有点奇怪的 表皮有点像苦瓜一样的 一共3块6 咱来买点面条 3块钱面条就够了 今天菜买的简单 大家好 我是老田 今天吃面 弄那个土豆牛肉盖面 把这个牛肉我们给它冲洗一下 然后切一下 就给它腌上去 牛肉给它切一下 我们要看这个丝是怎么走的 这个它是片成片的 本来应该是这样走的 所以说我们要逆丝给它切断了 这个边上有这个泡泡肉 我们就要给它修干净 就是这些筋这些东西 下次还可以留着红烧池 不要扔掉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丝是怎么走的 是这样走的 大家能看到完 一根一根的 所以说我们再给它切一刀 然后这样切 把这个丝呢 全部逆丝给它切断 大家也可以直接买这个吊龙 吊龙它不腌呢也可以 它是腌过了以后 它这个肉抛起来一点 然后再嫩一些 我就感觉口感 相对来说好很多 粘上一点点的这个小苏打 我们加水稀释一下 然后跟这个牛肉的抓在一起 这个水我们要分次往里面加 一次加菜足以后它吸不进去 直到把这个水分吸饱 然后打在手上有一层黏黏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牛肉把水吃进去以后 表面提成这个包浆一样的 亮亮的 这样它才嫩 我们拌完水吃进去了 一点水分都看不到这个里面 再来它一点生抽 少一点蚝油 这太多了 再给它抓拌均匀 把这个酱料全部给它吃进去 再给它放一点这个蛋清 再次抓匀 再放一点这个生粉水 给它抓拌均匀就行了 给它倒上一点这个色拉油 我们把这个腌好的牛肉封一下 就是防止它腌进去的水分流失出来 再放冰箱里面 给它冷藏个五到十分钟 冷藏是为了不让它脱浆 再给大家看看我腌好的牛肉 是什么样子的 很多人说不会腌牛肉 腌出来的牛肉也不好吃 就是这样的 我们腌出来的牛肉滑一下以后 这里面特别的嫩 土豆给它冲洗一下 然后呢我们把皮削掉 再准备这个青红椒番茄 今天我们做的牛肉盖面里面的配料呢 就是青红椒 这个都是薄辣的那种 是厚的那个青椒 喜欢吃辣的呢 可以用的薄皮的 番茄 土豆 牛肉已经腌好了 番茄呢我们给它 还是划一个生枝花刀 然后给它把皮烫一下 吃着清爽一点 土豆给它从中切开 再切小一点感觉快有点大了 切就是将近半公分左右的这个片就行了 加点水 防止它氧化变黑 青红椒呢我们给它切成块 滚刀块这种 火关掉啊 番茄给它捞出来 好烫啊 把这个皮给它取掉 给它切大块啊 再开两根蒜 我们就上锅制作 锅里我们多加点菜油 土豆控干水分 我们加一点生粉 给它裹上生粉拌一拌啊 然后把这个粉呢给它抖一抖 我们下锅给它炸一下 给它全剥到这个油里面 先不要动它 让它炸定一天以后再动 其实这个土豆呢炸不大到无所谓啊 直接就烧也可以 或者是用水煮一下也可以 因为我们待会要那个牛肉要过油 我顺便就是把这个土豆给它炸一下 炸一下呢更香一点 这个已经变形了 大家看到吧 敲起来一点邦邦邦的响声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 油一定要给它沥干净啊 再用这个余温把这个牛肉给它划一下 划到这个牛肉变色就可以给它捞出来 再给它少割一点点油 放上涮拌一点爆香 下番茄 炒出这个番茄树就可以了啊 加点水 少割一点这个油泼辣子在里面 这个就是香啊 但是不辣的 大家也可以放点豆瓣酱什么的 加上点盐 糖 放一点胡椒粉 水开以后呢放入这个土豆 这土豆它本来就炸熟的啊 下锅以后呢稍微烧一下就差不多了 少割一点点这个生抽 生抽是增加它的这个鲜味啊 然后再把青红椒放进去 这个厚要稍微煮一下 这个里面啊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那个辣椒呢 就不要放啊 再把这个牛肉放进去 看看我卖了19块钱 腌出来以后烤出来以后 其实不少的 再淋上一点点香油 大火 稍微一点 其实这里面不用那个勾芡的 因为土豆上面本身就有电水的啊 出锅 再准备两锅开水 一锅呢我们烧个榨菜蛋汤 一锅呢留着煮电 榨菜放进去水开 我们倒入鸡蛋 刚好前面腌牛肉的剩一个蛋黄放进去 再少放点盐 来上点香油 胡椒粉今天没有了 没有就不放了 然后直接出锅 这把这个面全部给它下去 我买了三块钱 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锅里水滚开以后 我们放一碗凉水 准备两个盘子 给它关火 应该差不多了 开干了啊 把面直接浇和浇在上面啊 看这个队盘都漂亮啊 直接浇在这个上面 汤汁 这个面拌到一起 这个牛肉 你尝尝这个牛肉 又嫩又香 这个牛肉 嗯 你切了还不厚 嗯 哇 这个面好吃 那如果大家觉得干凉 要装面的时候 可以稍微带一点点糖汁 就不干了啊 主要是 我们炒的这个酱头好吃 嘿嘿 来 这个 这焦头这个汤拌了 我吃 我放的那个辣椒它是不辣的 就红油 增加它的香味和颜色 我再舀点拌一下 这土豆长过了吗 嗯 挺好吃的 长过了之后 它不容易碎 你看 就这样看 哎呀 这鸡蛋 这个汤汁你看看 看着都就好香啊 我喜欢吃这个土豆 给它拌到一起 别说吃了 闻着都好香 看那个摄像啊 卖像都很好看 那姜很有味 嗯 特别的有味 人家说 吃面多容易发化 关键是 我每次吃面都要吃多了 吃饭的时候 小半碗都吃饭 吃面 满满一下子 都感觉还不贵 呵呵 来 干点 在你的鸡蛋里吃呀 嗯 好多多多的鸡蛋里吃 看我跟它一样多的面 都吃光了 它一碗还没弄多好 所以说 吃饭饭 嗯 很容易瘦 是有道理的 这个 在盘子里面 光光了一点 来来来来 哎呀全部干的鸡蒜 烧麻烦一大盘子 先饭了 然后就吃了 喝这口汤 喝 看你又吃多了 这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